好,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混水在这里, 另一边是有90后投资经理阿妍的 Hello, 大家好, 你说这个倒闭关注组, 这个倒闭关注组都是近期在网上较热门的一个讨论来的 主要原因就是某一个某某军在Facebook那里开车做一个专业, 就是说香港零售店铺的倒闭的情况 本身就没什么人去加入这个标题,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讨论, 近期我想订阅Follow的数字已经去到20万以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里公开讨论, 和铁回现在香港究竟有什么店铺是倒闭的 很多人增相, 在标题上铁回香港现在倒闭的情况, 这个就是基本的前设 前设以外, 那些人就在那个page那里延伸了很多讨论, 究竟是, 例如那个责任是随属 那些业主应不应该在香港集体减租, 去救回香港的零售市 还是那些餐饮业, 或者饮食业的, 或者零售业的店铺 应该提升回它的服务增速, 让香港的店铺 可以有机会和这个大陆深圳的地方去竞争,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香港 每周五六天都选择去到深圳旅行, 变相是打击了香港的那些零售和饮食的市场 那第三就是, 究竟那些客人, 就是香港人 周五六天应不应该去留港消费, 去救回香港的经济呢? 究竟那责任随属呢? 这个是整个page x 的其中一个讨论来的 是的, 我自己也有一些的帖文很不幸地被人盯上的page那里 短章取义做, 然后又有很多的攻击, 和口珠不伐 那我自己就觉得, 没什么所谓的, 我觉得就这样被人讨论一下 都是一个, 我都很open地去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教 慢慢就不好了, 甚至乎有很多被短章取义的那些就不需要特别去回应 那我觉得那个page 多少都有少少的民意的反应 但是你都不排除是开始有机会走入了 不断大家放腐, 又或者是一个很民粹的那个方式 那当然民粹这个字, 我不是用一个很负面的角度去看 而是用一个很社会科学很中性的角度去看 因为当那个讨论一去到就是说, 喂, 最坏都是地产霸权 最坏都是那些物业的人将租金浪到这么高的时候 然后开始就会有一种斗地主的风气就酝酿了出来 而我自己就是对于这些的民情是很cautious的 因为呢, 同一时间你会见到呢, 就是一些左翼的团体 例如那个标厅, 我突然忘记了工联会那个呢 叫做什么凳什么超, 是吧 那他就有提出过呢, 就是说现在要解决经济的危机呢 是要搞资产增值税和空置税 那一去到这些呢, 有政策的说法推出出来 那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很有文气的组织 那就和这个政策是连成一线的话呢 那我就觉得呢, 是开始呢, 有少少地方是需要留意 那第二就是你本身在发泄的那个情绪 会不会被一些左派组织挪用了去推销某一些更加伤害香港经济的政策 例如资产增值税和例如空置税呢 那这个就是我比较担心的那个地方 那当然那些人不会理的, 当然就是有一个叫做稍微有些人认识的财经专业作家 当然就先插了去, 就是这个我明白那个这个就是很民粹的地方 那当然啦, 有时候我都懂得去写一些东西去迎合那个主流的观众 那但是我始终都是接受那个社会科学的训练 就是你看到有些东西是走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路的时候呢 那我能够有基本力的能力范围就轻轻指出, 没有就算了 那如果去到最后大家是被挪用了你们的民意去支持这个资产增值税 和这个的空置税, 那结果这件事就成功了 那这个代教就是大家唯有一齐去接受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群组都挺有趣的 那就反映着一些的民意状况, 但是它未必是很包容到过很理性的讨论 因为最近信步出了一篇文, 它有一个挺有趣的角度去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饮食的铺子几乎了一粒 那因为呢, 在饮食的铺子, 2018年和现在呢 其实是增加了接近30%的 那2018年到今时今刻, 那我们经历了社会运动, 也都经历了疫情 但是我们的食肆数量呢, 是增加了30% 换言之呢, 其实是过多的 那然后, 供应面是多了, 需求面我们也都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冲击 比如, 两地的汇率差距, 很多人去了北上消费 有很多人移民走了, 经济差了, 大家整体的购买力是差了 那你需求是弱了, 供应是比以前还要多了三成的情况之下呢 但是, 你是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泰若流强的现状是一定会发生的 一定是会有一些的餐厅是做不住的 因为那个饼又小了, 竞争又多了, 多了行家在争这个市场的时候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顺步那个的观察和分析, 我觉得都很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当然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说到, 就是业主不肯减租 就是因为一减租就会被人召唤, 他们当初是用高贡杆去浪起了整个游戏 又或者是汇率的差距, 因为大陆的汇率就很便宜 所以那些人就北上消费, 又或者你都会去日本消费 都不会在香港消费, 这些全部都说到 但我就觉得整个现状是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切入 而这个群组它反映到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悲观情绪 但它就未必酝酿到一个很好的空间 去大家讨论如何改善整件事 当然那个板主是想做到这一件事的, 但是人多就狠杂 现在都去到十几万人了, 你要管理一个十几万很活跃的群组 我相信都是有难度的, 但是大家就到时再看看 我都喜欢在群组看有什么花生去吃的 但是就看看阿妍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观察 大致上同意的, 因为其实你见过群组是偏向负面 而你占个比例来说, 譬如你业主租客和普通消费者 一定是消费者的群体是大一点的 普遍香港人当然觉得现在香港零售市就死了 所以你见到里面的帖子, 多数都是贴上空铺的情况 我觉得某些人其实的确是在某些没什么人帮忙的时代 拍一些照片就扔上去, 然后牵起一阵子讨论 真实的情况当然是差, 但是不是真的差到这样呢 我觉得是未必的, 而且网上也有一些数据流出来 就是比较到2019年之前的数据 其实香港人回大陆的数量, 就是出入境的数量 其实跟当年是差不多的 然后其实深圳没有说很大规模的 抢走一些香港人的生意 只不过是维持了当年的情况 就是经过了2019年运动, 就是再到疫情 现在只不过去到一个最正常的情况 这个就是整件事的现实背景 而且为什么香港那个情况是差了 其实就是因为流走了一些大陆客 或者外地的人 然后那个前提当然是香港汇价上升了 所以就要你真的整件事反过来看 其实不是因为香港人的购买力是外产了 只不过是因为一些外来的购买力弄了 而这个才是真相 至于人口流失我都可以补充一个点 因为以前的那个 你准备他出入境的纪录 你就真的准备他那个人 默理性地出入 在100年之前其实就有很多水货客的活动 因为香港买东西便宜一点 结果很多人来走水货, 什么奶粉等等 那你一个人可能单次都会有 一日intraday都有几次的出入 那所以那条数就会训练下去 在2018年之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的汇率 优势改变了 就是大陆东西是远远便宜过香港 那所以那些水货客的margin是少了很多 就变成呢 那个行为模式都改变了 就是以前有很多出入境的纪录 都是因为水货客组成的 那现在就没有什么水货客 就是水货客是少了很多 就是跟以前我们会见到什么水货客 影响民生啊 很多这些这样的新闻 又或者有些人去踢劫 那当然现在立了23条来的国安法 应该就不会有人去煽动族民仇恨 那但是水货客的存在 是一定跟100年之前是没得比的 那所以现在呢 回到大陆的那一班人呢 都真的多了是会有实际上面的 金池上面的消费 那就是纯粹一个轻轻的pont 就是叫做补充一下 但是呢我都想再补充多一点就是 我自己都觉得业主是抵死的 因为原因就是 业主你是投资的嘛 投资一定有赢有输的了 那我没有说包生仔的 那你输的时候 那些人就当然可以 那些赢落你去笑够你了 那但是如果用了这个的契机去推动 那些的资产增值税 或者是空置税的话呢 我就觉得有不妥的 就是你笑那个业主 还笑那个业主 我都会笑那些业主的 我都会用楼市喇喇队去形容那班人 那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文章 都知道很喜欢用楼市喇喇队去形容那些盲撑楼市的人 或者那些盲撑楼市的所谓大好友 又或者那些不思进取 就是懂得吃楼市红利的那一班的投资者 那他们只是懂楼的 你说楼以外那些他们是一笑不通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每一个资产都有浪费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笑他 那但是就小心一点 给左派的政客 左翼譬如工联会等等 去挪用了 无端端去推销这个资产增值税 和这个空置税 那这些呢 就会变相呢 令到整个经济是 更加进入一个的困境 那我担心的是那一件事 笑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都会笑那班人的 成王败救而已 我输钱都会被人笑 那他们输钱 他们都应份被人笑 那还有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那个结构底下就是 如果你想那些人不笑你的话 你就拿钱去塞住人家的口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发言权的私有产权拥有者 但是你又给不到钱的 那每一个人就是唯有行使他们 那个发言权的言论自由 去笑够那班人 但是笑还笑 就千万不要被一些政客去操控了 支持某一些他们心目中想推的政策 这个就是我想强调的一个地方 绝对是 就是资本真值税或者资产真值税 这些在香港是绝对是不能够搞的 就是几个月前我没有记彩是 陈茂波在一个公开的论坛都提过 说香港有机会搞资本真值税 然后呢 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激起了千重浪 大量的媒体就报道他这个说法 那后来他出来辟谣的 所以资本真值税对香港是绝对是禁忌 绝对是不能搞的 他一说完 我还记得是立刻跌了2000点 股市就是非常厉害 非常夸张 所以是会自己说错话 没错没错 还有第二点就是都同意你就是 你这些业主在赢的时候 当然是享受了那个全部的红利 因为我见到上个page 里面有一些post 是某几个 几个激起了很多讨论而已 某些业主就说 喂你香港人应该要留港消费 激活化香港的经济 就不要去深圳或者外地去旅游 令到那些钱留在香港 喂其实这个说法是极有问题的 第一就是那些人有那个消费的选择权 你喜欢去日本去深圳也好 那你选择了自己的消费去向 是别人指的事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在奥或者楼升值的时候 你又不见你捐钱出来做善事 反而现在结果的情况下 你就叫别人留港消费 剥夺别人的选择权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说法 那在这个page上就有很多这些讨论 那当然是消费者的群众佔主体 因为他们那个人数佔比就最多 但是都有一些业主或者一些食市的老板 在那腐于横抗就为自己讲说话 那其中一个点都记得意就是 很多一些人的投诉香港人 香港那些饮食店铺的饮食态度 就说他的茶剂的态度很差 那些东西就完全是不抵食 那你反观深圳那些就抵食夹大件 那很多人贴回两地的图片 深圳那些茶剂的图是怎样 那香港茶剂的图是怎样呢 做个比较 那很多人顺势就发现了这个饮食业的 那个礼貌上 爱到上不好的一个情绪 这个现场在page那里都是常见 是那所以大家都可以feel到 就是现在那个经济状况是有很多的结构性问题 那有些是解决不了的 例如汇率差距呢 是除非政府突然之间跳了 就是他说我要取消联系汇率 你一说取消联系汇率 那我们的汇率差距就会立即变成自由浮动 那理论上是会收集那个差距 那你一取消联系汇率 那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那面上政府是不会做这一样 也都不够胆去做这一样东西 那面上我们就一定要硬食的 那个现实就是 美国保持着价值 我们的紫税保持着 跟着美元一起变强 那相对地呢 其他地方的货币就会变弱 那所以那个汇率的差距呢 是永远没办法收集的 那只能够呢 就是等美国他不知道 因为那些什么的决定 可能他们本土的通胀改善了 又或者突然间鹅乌停了战争 然后石油的那个禁运呢 就全部都relax了 那那个通胀才有机会回落 才会有机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减息空间 那但是一日美国不减息呢 我们跟着联系汇率那一套呢 就永远呢 我们跟大陆之间的汇率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变相你面对着那些问题呢 就依然都会继续存在 那还有我都觉得呢 经济学都挺powerful的 就是你可以解释到很多现象 比如以前港元低水 人民币汇率强的时候呢 那就很多人民币就流入来香港 也都很多大陆客 在香港消费就形成了很多中港的矛盾 当年就是十几年前 然后也都会有水货客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呢其实 深刻是会改善了的 也都是消失做的 就是因为也是一个经济结构原因 当现在今时今 港元就不再变弱了 是变回强的时候 人民币变回弱的时候呢 就反过来呢 就没什么水货客呢 就会再去 好像以前那么猖獗地 去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很多的社会现象呢 原来都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得到 那我都觉得这一方面 都挺有趣的 那所以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当然会见到经济萧条的 那是不好处的 但是反过来你去想呢 就是曾经有很多大家觉得很难去解决的 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的不和谐 其实都是变相呢 是解决了的 那现在香港 是少了很多内地客 那变相在香港里面 会潜在发生的一些族群矛盾 或者文化差异的事情呢 是少了很多的 那这个是一个benefit 那但是就是失之东如收之桑 那代价就是 因为经济没有了大陆的购买力去顶住 又或者很多的购买力 由香港搬走了回大陆的时候呢 那就令到经济就真的会变差了 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很科学地或者很社会科学地可以解释到那些的现象 那这个就是我想讲的一些小小的地方 有没有补充呢 也是 其实很大全部都是因为那个回价的问题 就是你也提到 当然很多水货客来到香港 但是现在呢 早两个月就流行一些山姆代购 或者香港人呢 回大陆 帮香港人买水货 走回到香港 那以前你十年前是见不到这个情况的 因为人民币的回价他够强的嘛 所以就很多些内地的人来香港买 但是现在就变回来 香港人上去消费或者买损货 那样的 而且你汇价都影响了很多东西 以往你会看到香港的股市 其实和那个人民币的汇价走势都是相关的 就是如果你人仔是走强的话呢 你的港股都会走强 因为那个相对价格呢 你买港股是便宜了的 但是现在人仔就开始的弱了 即不是开始 已经开始了几年了 那你见到其实港股都继续在一个低迅的疫情 当然这个就不是其中 最 未必是最 唯一的因素 但是他们起码都是其中一个因素 你见到港股差的地方 所以还有很多现象都可以从汇价的高低 那里去解释到 好 那我们这次节目来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和大家 谈更加多有趣的话题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那我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么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了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么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么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你的 那么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么随之之外 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么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 打赏了我们的朋友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的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么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么我们也都会 就是将你想讲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啦 那么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怎么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呢 也都 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么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那么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么我也都有一个 的patreon订阅产品 那么patreon订阅产品呢 就会爆发到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 30万面试套演的材机 那么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 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 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样东西 那么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的话 那么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么大致上可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兑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么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么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别人怎样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样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那赚钱的东西呢 反而阿妍就再厉害一点 虽然我都赚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e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了很多 但是阿妍呢 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 今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百分之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涨得很厉害 有几只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阿妍了解一下沟通牙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换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换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 怎么样呢